有病没病防风通胜 药店里不欠的防风通胜丸用对了 还能调理下面这五种病 学会少走弯路 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防风通胜丸这个药 知道它的人不多 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容小觑 第一个作用就是用来调理含苞活感冒 什么叫含苞活感冒呢 其实就是外面有含 但内里却化热了 所以一边出现热症 比如说口干舌燥 咽喉肿痛 小便短吃 一边又胃寒怕了不出汗 身体就像是被一层寒气包裹住了一样 那这个时候防风通胜丸就派上用场 第二个作用就是可以调理胃活上弓导致的牙痛 胃经的经络循行经过齿吟 所以一旦胃活过剩 热血烧灼经络就会导致牙吟肿痛 而防风通胜丸可以轻胃活缓解牙疼 它的第三个作用是可以调理嵌麻疹 嵌麻疹其实就是风疹 在感受风邪清晰之后呢 皮肤上会起风团并且骚痒难忍 这个时候啊 你用手去挠呢 会一挠一个指甲印凸起来 防风通胜丸可以去风解表 所以对于嵌麻疹也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此外 它还能调理偏头痛 风邪入侵身体后容易上弓于头面部 进而导致偏头痛 并且这个时候头痛发作的位置不固定 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 飘忽不定 这也符合风性扇形数变的特点 也可以用防风通胜丸来调理 最后呢 防风通胜丸还可以调理水湿泛滥导致的肥胖症 这类人的凑理啊比较松弛 肌肉松松软软的啊 就像被水泡过一样 防风通胜丸里面有一些清热沥湿的成分 所以可以通过发汗利尿的方式啊 代谢掉体内多余的水湿 好了 今天的内容啊就分享到这里 涉及到用药呢 建议大家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参考使用 不要随意乱用 我们下期再见